拜完佛 许念念和靖南西出了主殿 靖南西 想带许念念去找这里的住持 预约算卦 这里的住持和方丈 很会算卦 也会看相 还没等他问完呢 就看见一个小和尚 稳重地走过来 在两人面前停下 恭敬地合手 行了个礼 施主 我们方丈有请 方丈 许念念看向靖南西 小姑 你这么快就约了方丈吗 靖南西还真的没有这个本事 靖家是挺有身份地位 但临山寺的方丈和住持 都不看这些的 住持还好 基本上只要排队预约 都能等到他的一挂 但他一天只算三挂 然而 方丈就真的纯粹看心情了 靖南西摇了摇头 没有啊 我没有预约啊 他看向小沙迷 小师傅啊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们是想请你们住持 算贯来着 但是还没预约呢 小和尚朝两人温和地笑了笑 恭敬而礼貌 您是许念念施主吗 对 我是 那就没错了 我们方丈邀请的就是许念念施主 许念念感到十分惊讶 别说许念念了 就难靖南西都觉得不可思议 毕竟方丈不是那么容易算卦的 震惊过后 金南西忙催促许念念 走 咱们快去 许念念迷糊地跟着小和尚走 金南西和胡悦跟在后面 他们应该只拜了拜佛 没有买灯吧 这方丈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呢 真的有那么玄的事情吗 原本来寺庙里拜佛 许念念只想来求个心安 没觉得 神灵真的能保佑他 没想到 这方丈居然知道他的名字 还知道他要来 正在许念念疑惑的瞬间 前面的小和尚停了下来 许念念这才发现 小和尚已经带他到了后院 他光光静静地站在门口道 方丈 许施主已经到了 门内传了一声浑厚 却充满了慈爱的温和声音 让他进来 小和尚恭敬地 对着紧闭的房门座椅 轻轻把门推开 许施主 请进 许念念迈不走进去 胡悦和静南西想跟着进去 却被小和尚拦了下来 说方丈只邀请了 许施主一个人 静南西对方丈比较尊敬 而且佛门重地 也不担心有人在这里捣乱 听小沙迷说 只能许念念一个人进去 倒也没有为难 礼貌地退后了一步 我在这里等着 但胡悦不一样了 她的任务是寸步不离地 保护许念念 所以小沙迷不让她进去 她是不可能听话的 她只认钱 不认佛 只是 她刚强行踏出去一步 就被小沙迷拦了回来 小沙迷面上带着笑 但胡悦却皱着眉头 这小和尚 似乎伸手比她还好 嗯 既然打不赢 胡悦选择询问许念念 能一个人进去吗 没事 许念念知道 胡悦担心她的安全 笑着和她说了一声 胡悦这才作罢 厚重的房门被关上 屋内烛火通明 一字排开的蜡烛点燃 中间放着一个蒲团 蒲团上面 坐着一个老和尚 这位 应该就是方丈了 方丈身穿袈裟 面容慈祥和蔼 正闭着眼睛 敲着木鱼 许念念礼貌地 和手作了个衣 方丈 您找我 方丈这才慢慢 睁开双眼 她笑着看向许念念 施主 请坐 和尚伸出手 手掌朝上 他所指的位置 是他按台前的蒲团 许念念走过去 盘腿坐下 肚子太大 这样盘腿坐 是有些呼吸困难的感觉 许念念难受地 挺直身体 希望能好受一些 方丈轻轻地 在他手臂上拍了拍 然后许念念就感觉 那种不适的感觉消失了 她诧异地看向方丈 表面看似镇定 实则内心 已经惊涛骇浪 这说明什么 这不是医术吧 应该不是医术 医术应该没有那么神 拍一拍就没事了 真要那样 得是神医在世吧 然而许念念 是个沉得住气的人 尽管内心震撼 表面依旧风轻云淡 谢谢方丈 师主客气了 不知方丈 找有什么事 方丈温和地笑着 视线落在他脸上 似乎在打亮着他的五官 未经许多了